中宝无限家 你家的眉 农历春节 民间习俗在初四要赢财神 象征一整年都能带来好运 但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财神也不止有一位 而且摇钱树是真有其数 带你来看 大年初四家家户户赢财神 但财神到底长什么样 看看这幅赵公民的图像 他在道教里头属于民间的正财神 关圣帝君则是五财神 还有最受欢迎的五路财神 在道教文物展里头 通通看得到 财神爷人人都爱 原来可不止有一位 还有摇钱树 在古代竟然真的是一棵树 在东汉年间用青铜铸造而成 一直都收藏在历史博物馆里头 另外过年少不了红包 压岁钱的由来 其实就是古代的铜钱 正面有吉祥图案 然后另外还有吉祥文字 像长运富贵 状元基地这样子的一些文字的铜钱 这些钱就是压岁钱的钱身 现场也可以动手拨拨金算盘 象征财源滚滚来 道教千年文物展透过珍贵的古文物 完整呈现出五千年文化 碰上农历春节和财神相关的展品 让走春也可以很应景 整理新闻做报道 福特Focus